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张宁月 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而生 周大生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文艺大事来看头条 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近日 第六十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 中国国家馆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 展览分为集合船两大板块 在集板块中 一百件散落于海外的 中国历代绘画作品的数字档案 分别在档案柜和LED屏幕中 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 如唐代寒干的赵叶白图 五代时期董元的西暗图 宋代郭西的数色平远图 元代尼赞的余山林鹤图等 这一百件作品均入编了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 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 联合编转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 是一项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 对现存的中国历代绘画作品 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 整理 考证 研究 出版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该项目至今已历时近19年 共收集了12405件套 中国古代绘画真品图像 展览受到海外多家媒体关注 美联社报道称 展览体现了汇聚 交流和融合的概念 传达了拥抱包容性 团结共存 与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 美美与共的价值观 德国最主要的报纸之一 每日进报也对中国馆展览 进行生动报道 并突出展览传递的 美美与共主题 此外 本届中国国家馆 也被福布斯排行榜评选为 202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八个必看展之一 展览开幕前 浙江大学还向 意大利伯罗尼亚大学赠送了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 以促进伯罗尼亚大学师生 与意大利民众 进一步深入了解 中国古代历史 艺术与文化 并期待双方未来 能在人文领域 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汉末传新 苏世树新红道 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 日前在荣宝斋开幕 此次展览共计展出 苏世树先生和新红道先生 书法作品八十余建筑 自幼酷爱书法篆客的苏世树 先后师从刘伯勤 启公先生对书法 篆客汉画像砖 石 历代碑帖 踏片 都有深厚研究 曾主编中国书法艺术 中国法书全集等 苏世树先生笔下的书法作品 尸骨初心笔法自然 气势雄浑而博大 章法丰富多样 此次展出的四十余建筑作品 均为苏世树最新创作 包括汉韩人民踏片 篆客江山如画等 大家都知道实际上 篆书不太好写 它是最有金石味 最有传统意味的一种书体 苏世树先生 他那个篆书 就写的仓后有灵动 这里都散发这种气韵 这组苏世树创作的汉字颂 是由甲骨文 金文 小篆 到行书 草书等实践作品组成 生动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演变 你中华民族五千年 靠什么来传播 靠汉字来传播 我们作为书法工作者 作为一个文化传承者 如何让下一代 把汉字能够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的最有目标 日本书坛当代主要领袖人物之一的 书道家 星鸿道带来的作品 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大字潇洒张扬 小凯温润沉静 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 在星鸿道书法研习生涯中 中国的古典书法经典字帖 都是它临摹的范本 并对唐诗诵词尤为欣赏 日本的书法 其实受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影响是久远的 艺术是无国界的 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促进两国人民的文化认同 相互了解 1944年 12岁的长沙娜随父亲长书红走进墨高窟 从那时起 艺术的种子就埋藏在他心里 并生根发芽 在此后的80年岁月中 长沙娜不断从敦煌元素中汲取设计灵感 为弘扬敦煌艺术奔走一生 近日花开敦煌 长沙娜从毅80年艺术与设计展在北京举行 长沙娜说希望通过此次展览 把个人经历和新中国的工艺美术发展历程 告诉给更多年轻人 让他们了解到祖国的文化之美 从少女时期的壁画临摹和花灰创作 到敦煌图案手稿分析 从中国十大建筑设计 到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 近400件展品 全面呈现了长沙娜长达80年的艺术生涯 开牧师现场年雨九旬的长沙娜先生 动情回忆起了他与父亲的两代敦煌情缘 花开敦煌的展览 是我对父亲长叔和推广灯煌文化 一致的实践 因为父亲告诉我 沙娜不能忘了你是灯煌人 所以灯煌的艺术的推广发展 对我来说 在那个时候都不算玩 只要我还能走得动 我就要到处说灯煌 生命不息 跋涉不止 父亲长叔红的这句话 一直留在长沙娜的心中 1931年 长沙娜在法国里昂出生 中国艺术家长叔红 借用当地所恩和的发音 为女儿取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法国留学期间 长叔红偶然接触到敦煌艺术后 被深深触动 毅然决定回国去敦煌 1943年年底 年幼的长沙娜随母亲辗转来到敦煌 当时的居住条件十分艰苦 周围几十里荒芜人烟 在封沙大漠的生活中 长沙娜很快迷上了临摹敦煌壁画 并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那个时候的甘肃灯煌 早晚都很凉 到了中午才显得热 随风传来 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 若雨若现 自有事无 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 他带我们进入的洞窟 明明暗暗的一个一个洞窟 那个时候我不懂 但是我看了我喜欢 我就该划了就划了 展览现场 这幅宽三米高2.7米的 官无量寿晶殿 便是1946年 15岁的长沙娜 在敦煌洞窟内临摹的 最大齿幅作品 在那个时代最艰苦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 可能她对艺术的一种探求 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系统的 了解的阶段 在这个时候 跟着程树红先生 她临摹了这一张 最大齿幅的官无量寿晶殿 这张画有极重要的文物价值 另外一个是 长老师在这一种大齿幅的 临摹的过程中 修炼了她的童子工 在临摹这些东西的时候 长老师已经渐渐地发现 敦煌 除了佛教故事以外 更多的 其实蕴含的是 人文和当时的人们的生活状态 我们走近看一下 这是北州290窟的一个佛传故事 这个耕牛 下边跟了一只小狗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大象 人物的互动 以及象的这个形态 马 越过这种栅栏的形态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北州那个时代的人们 对动物 植物 建筑的一种记录 这些日常需要被我们去分析 那么根据这个 长老师继续了他的研究工作 就渐渐地开始出现了 归纳 晚唐的龙就非常的雍容华贵 装饰性极强 但是我们看西魏的这只野猪 线条极其的简练 而且概括 在这个过程中 就把两个朝代人们的人文思维 精神面貌和对一个物质的归纳 充分地表达出来 1948年 长沙纳前往美国波士顿留学 打下了西方美术的基本功 留学期间 她在纽约举办个人敦煌艺术展 被国外媒体称为 中国的天才少女画家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四年 长沙纳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后来我们当时就出现了一个 在国外的留学生 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 学习研究 就这样 后来你们就回来了 是吧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回国后不久 长沙纳在一个敦煌的展览上 为林徽因 梁思成夫妇导览 林徽因对她说 你刚从美国回来 又在敦煌打下了童子宫 你要把敦煌的图案 运用在现代工艺品上 自此 长沙纳便追随林徽因 从绘画转向了工艺美术 开始有意识地将敦煌图案 应用到设计创作中去 这张手稿呢 是来自于长老师设计的 宴会厅的这个天顶通风口 然后在这里边 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的 这个敦煌文样图案 但是特别要提到的是 他渐渐地发现 说中国传统的东西 应用到实践当中 必须要有功能 这是长老师第一次知道 设计是可以为大众服务的 它不是停在纸面上的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长老师的一个足迹 从那边临摹的小姑娘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为新中国服务的 一个设计师的 一个角度的思考 从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到人民大会堂宴会 听天花板装饰 从中央人民政府 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大型礼品雕塑 永远盛开的紫青花 再到2021年落成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装饰图案 长沙那把敦煌的文化财富 应用于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塑造 应用于人民的美好生活之中 大家会想看 是不是有点熟悉 这是今年年锦 这个节目 服装设计当中的一部分 也是长老师这个团队 年锦设计这个服装过程 当中的一个源起 所以我们看这一切 其实都有源头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 也都有它的源头 当把源头好好利用的时候 其实它会爆发出一种 极其强烈的生命力 尽管已经年雨九旬 长沙那却仍然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敦煌少女 从一八十年 它仍未停下创作的脚步 至今依旧在为文化美术事业 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两个东西放在这儿的原因 实际上大家知道 这两个一个是碧熊 一个是泡泡马特 我们从那边走过来 可能一百米 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走了两千年 长老师走了八十年 我们把最传统的 中国的壁画元素 然后演变成了工艺美术 在走到今天 最最潮牌的玩具上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 是具备有极其蓬勃的生命力 长沙那先生对于我们设计学生来说 其实他就是一代偶像 通过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让我感觉到 就是中国那种传统之美 也是希望能把这些美丽的东西 让影响更多的人 就是我们是一代一代地 再去影响去传承 无论是在建筑当中 还是现在的这个 中国的服饰染汁当中 那么他也是一个 很积极的一个倉导者和推动者 我们应该就是 把老先生的这样一个精神 一代代地传下去 当代的中国艺术要强调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据 不能动摇这一根基 希望每个中国的艺术家 对这些优秀的遗产 要充分学习体现 让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的文化基因 融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80年的一个从艺的一个回顾展 我们会看到就是 艺术家和共和国的这个形象塑造 是什么关系 那么最终他又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然后把他过去的经验 把他的这种底蕴 通过自己的才华实现了转化 这个转化是不太容易的 那一定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很长时间的这个实践 个人的这种实验 他才会形成一种今天的这种语言 到今天我们看 长沙纳先生还在创作 他是真是老一代的那种人的那种 执着 坚强 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 就是对每一个晚辈子这种激励 就是你如果热爱艺术的话 你热爱设计的话 一辈子不要停止 真是令人尊敬的一个人 长沙纳从未忘记父亲的那句 沙纳 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他不知疲倦地向世界宣传敦煌文明 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贡献力量 意义生辉的艺术瑰宝 与长沙纳的奉献人生相互应找 鼓励着更多人向美而行 近期有哪些热门电影 电视剧 舞台演出和文化消费好去处呢 来看我们的十分剧透 他是苏秀世家的第五代传人 曾将家传苏秀以现代高定礼服的呈现方式 带到巴黎的皇宫 令法国艺术收藏界瞩目 近日他的时装艺术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 带来一场集中国诗词之美 绘画之美和丝绸之美为一体的跨界时尚盛宴 十分探展带你走进展览 也走进设计师蓝玉 最近几年非常流行心中式的设计 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化 它其实在表象被表现出来的会比较多 比如说旗袍 汉服 或者是盘扣 我自己工作其实也有19年了 我就很希望能够在一些内在 以及表达中国文化的意境上面有更多的努力 比如说有采集东临下幽南见南山的这种意境 有枪劲酒的这种畅快 以及像千里江山土里面青绿山水的颜色 以及颂画里留白的意境等等 然后把这些中国文化的迪运呢 跟当代的时装有一个结合 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中国文化 把中国文化穿在身上的 本场呢有22个造型 其实都是根据中国的古诗词来的 那一说到中国的古诗词呢 就一定不能路过诗仙礼白 推荐的敏感来源呢 就是仪式银河落酒间 是用苏绣去模拟了一个山水的形 但其实非常的血液 它不是很具象 然后再者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水晶 大大小小洒落在我们的尖头和身形上面 包括我们的裙摆 其实很像一位女孩站在庐山瀑布的下面 然后任凭这个瀑布从自己的身上 穿越而下的感觉 那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 其实是明业中间照 那之前男性的文化 其实作为头饰或者胸针会比较多一点 这次我们第一次把它用到了礼服上面 用松树来比拟女性的这种坚毅的精神 并且向下面由肖 来组成的雪山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柔美 对境的名价来源呢 其实是来自宋朝的一位词人写的词 请喜长春宅 蓝绿满平方 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人 其实对家庭的一个美好的向往 它的记忆呢 是来自菲仪的一种记忆 是山西长治的堆景 这也是堆景第一次走进中国美术馆 除了时装艺术之外呢 我们还带来几幅非常当代的苏绣作品 希望苏绣能够表现出丝线它本质上的光泽 这种光泽和灵动性才是它的一个特色 像水泼在墙上并且固定住的那一瞬间 体现了水的这种爆发力 希望用水的这种姿态代表了自由和力量 文化十分 人生满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